曾經擔任彩妝師的李連鳳 在退休之後開始朝著興趣、自學繪畫 十多年來他完成了上百幅的作品 而最近他在又一村文創園區駐典展出 他也鼓勵更多銀髮族能夠朝著自己的興趣 來發展活出不一樣的人生 一幅幅畫作活靈活現映入眼簾 寫實的畫風相當細膩 很難想像這些作品都是出自於一位無事自通的業餘畫家 在25年前我們花蓮的海岸 在花蓮風雪的旁邊 有一個T字形的這個白灯塔 現在已經沒有了 據說這個白灯塔是在日據時代日本人蓋的 然後這裡有很多花蓮人的情懷 我們以前小時候也常來這裡玩 然後有很多的人在這裡釣魚啊 群里在這邊約會散步 但是因為他已經沒有了我把它畫下來 以後花蓮人看到會有一種感動 過去是彩妝師的李連峰 在退休後開始朝向興趣自學繪畫 以生活周遭的大自然作為主題 利用油彩及壓克力顏料 在畫布上勾勒出一段段精彩回憶 雖然沒有受過專業訓練 但也因此讓他可以無拘無束的發揮想像力 我的筆是因為我很省沒有賺錢啊很省啊 這個筆很爛了我還在用 但是我覺得他還是可以用 我不會說啊不好畫了我就丟了 也許哪一天在某個地方我還可以用得到 那你說畫海浪你會用哪一支 畫海浪 我可以用牙刷 牙刷也可以給他剪一剪 修一修 或者是用這個筆也可以 不一定就看什麼浪吧 那好像您曾經有專家跟您說過 畫劇很重要 那您自己的解讀是什麼 對 但是我不知道 畫劇很重要是哪一種畫劇 所以亂拿 亂用 甚至於用手指頭也可以 手指頭也可以畫 所以就是什麼都嘗試 什麼都嘗試 李連鋒老師自學畫畫 十多年從來沒有拜師學藝過 他的作品不僅限於在畫布上 更是利用燈罩 面紙盒 彩繪石頭等等作為媒材 讓藝術融入在生活當中 而他近期來是受邀到 又一村文創園區駐點展出 我覺得文化這個東西 在各個方面都需要有人 來接續 有人來傳承 所以什麼東西都可以來這邊 不管您在各方面 就是有一些可能創作也好 不管是手作的物品 或者是木材 石頭 創作類的所有的東西 都可以在這個地方盡情的發揮 每個週末六日下午 李老師都會有兩個小時 在場分享交流 他也鼓勵更多音法族 能夠朝自己的興趣發展 活出不一樣的人生 記者 許立晴 華聯市報導 不игр 劇協 華僅 如同 閒 華僅 為什麼 華僅 在場地 華僅 失礼的是 在場地上